像我們這個麵 一定要煮五分半 煮個麵還得計時 瞧這特製版的波浪麵條 在熱水中滾啊滾 接著放入醬料攪拌 小小一碗 可是讓綜藝一哥 曾國城甩下收攤王的秘密武器 大概有八千萬左右 開心吧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向兩億賣進 過去十年投資餐飲副業多實力 還一度慘賠兩千多萬 如今曾國城卻靠這一碗 半面翻身 只是現在卻遭媒體提爆 指他將協助開創這品項的合伙人 也就是留一手給提開 有錢自己賺 一早就去錄節目了 所以我不確定 我們其實不會再有其他的回應 對此曾國城本人沒回應 經紀人則已和媒體報道 事實不符做總結 事實上連上留一手的臉書官網 也在第一時間發出聲明 表示曾國城的半面研發 並非媒體所指的兩人團隊 留一手之所以離開是因為理念不符 不理解媒體為何把事情給曲解 找來支撐藝人余燈代言 從屏東一家小麵館起家 紅遍全台的留一手麵館 是道地的北方味 從鮮紅的湯頭來看 走的是重口味 背宮 其最後餐館紅的不是麵 是豆干小菜 還做成條理包來賣 對到曾國城的半面 走的是筷煮麵 味道燒偏淡 主打簡單 方便好料理 倘若雙方說的屬實 外界在猜 或許這就是所謂理念不符的原因 但也印證 曾國城人紅是非多 借信我向嚴禁雨 台北報導